你们印象中的古代是不是都很保守? 很多人一直认为古代的中国很保守, 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封建礼教约束什么, 三从四德,一女不适二叔, 还有什么力真结牌法, 可是实际上在宋以前是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有, 其实在唐代那真是超乎你的想象,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现在, 我们看到的古史电视剧里, 不管是宋朝明朝清朝的女性着装都很严谨, 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非常保守, 但是当我们看唐朝或唐朝, 以前的电视电影时, 里面的女性着装却非常开放, 唐朝人在男女关系上的开放程度是要超过我们, 现代人的想象的我们常说, 现代社会很开放, 其实现在社会跟唐朝比起来差远, 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, 最开放的时期唐朝人的, 开放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开放, 从皇帝后宫开始直到世锦小民, 在两性方面都很开放, 我们看一些历史剧, 以为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很恩爱, 但其实不然, 他后宫的妃子特别多其他的, 诸如玉女才人就更多了唐太宗之初, 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去有, 先帝室女八千人, 后宫家立三千人, 知说可见当时后宫之盛况, 这种风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的, 对唐室有过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唐朝皇室并不是真正异议, 上的汉人王朝他们身, 上都带有鲜卑族血统积二十四史, 记载李世民的父系是汉族世西梁武昭王, 李昊的直系后裔他的曾祖李虎, 是西魏北周开国公陈李虎的儿子李炳被封堂, 国公娶了鲜卑人, 独孤戒的女儿, 也就是李世民的奶奶李炳的儿子就是李渊的, 娶的老婆也就是李世民的妈, 他是鲜卑贵族斗士, 所以若单说父系李, 世民是汉族若以传学比例上来, 说他的鲜卑比例更大因为奶奶妈妈都是鲜卑人, 所以李世民身上的鲜卑血统占据多数实际上为了更好统治, 帝王多伪造家谱, 李世民的父系只能推到李虎可以说是事实在之前就存疑了, 依照北朝将领多位鲜卑来看李虎, 也有是鲜卑人的可能, 而且李世民索学的长, 孙皇后也是鲜卑贵族生下来的唐高宗里, 基本上就是纯粹的鲜卑人了在家, 上唐朝的民族政策是十分开明的, 因为在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是四分五裂的, 隋唐的开国功臣大多是西北有军功的人, 所以在宫中乃至皇室中身上不多, 不少都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血统。 在海陆时南北朝是中国人的老大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